今天要告诉大家 这身新作的女生 用哪一种招式 小心会有反效果 她对你动真感觉 她真的把你当对象 那她就不喜欢 你把它看成很便宜 可以买到的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我怎么 怎么会是你这样就可以打动 我希望你认为 我希望你喜欢那是我的人 对 而不是觉得我很好 就被你给打动了 所以她很不舒服 如果你用金钱打动她 对 不顾朋友道义 会想朋友情人的人 有哪些手末相特征呢 然后牙间代表破坏性十足 怎么破坏性呢 看到人家好 看到她朋友跟她男朋友很好 看到她朋友跟女朋友很好 她就要想去破坏她 所以她有时候只是一种爽心机 并不是说我绝对要去做这件事情 或者真的喜欢她一个异性 而只是觉得她要试看看破坏性的意思 女生们注意咯 黄老师要教你看看自己的房间 有没有出现恐怖风水 而且他们还踩到我的身上来 这样笨笨的那种 脚子被鬼压的对不对 有一种那种感觉 但是 然后他看着我的脸 觉得我不是那个人 然后又散掉 然后我就醒过来 然后就觉得 怎么变得那么大事 好可爱哦 对 好可爱 开眼设置来才还要告诉你 你会是男人的噩梦吗 谁说女生都重色亲友呢 好事今天告诉大家 哪些新色的女生是重点青色哦 千万不要错过了 我先来帮助我们今天的特别爱宾 她们两个都好可爱又年轻 她们是谁 欢迎马丘和阿丽丝 谢谢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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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丽丁好 而且你看 她们两个真的好可爱 对不对 所以首先呢 来吓吓她们啦 好 让我们去看今天的 恐怖塔罗占帽 好可爱 这个恐怖塔罗占帽 就像人家好像是一只带宰的羔羊一样 不到最后一秒 不晓得我没有用什么刀 不到最后一刻 你不晓得我那头你哪里 好可怕 好可怕 天吃地吃 保灵老师吃 但就你不吃 可不可不 可不可不可不 小姐姐 才刚结婚 不要吓我们啦 不要结婚 女人就不太乎形象了 真的 怕怕 怕什么 而且重点是她们两个就是 怕怕 怕 好 赶快看一下 不知道我们今天要谱的是什么 而且先来看一下四张牌 什么呢 这个第一张牌呢 我们好好来解释一下 你看 有一个女生 你有没有发现她是坐在墓碑上 这个坐在棺材上面 是棺材喔 对 她那个是棺材 好可怕喔 然后这女生感觉好像有点透明 对不对 那其实那搞不好是她自己的灵魂 哦 然后呢 这个旁边有幕式在讲到 所有人都在这个做一个礼拜 这样子的感觉 那第二张牌呢 就是有一个女生 然后呢 她就是在看了一幅画 然后她在很生气的状况下 她就把那幅画给撞了 撞碎了 就她旁边会有一个碎 她这个女生脾气不好喔 对 可是她样子看起来很镇定 对 对 脾气不好 对 她看起来很壮到是真的吗 没错 那第三张牌呢 有一个 她们就是要让这个棺材下葬 可是是在晚上 为什么在晚上的时候才下葬 好毛喔 对不对 这棺材为什么 通常人家棺材都是在白天下葬 可是她却在晚上下葬 OK 第四张牌呢 就是有一个人 她在这个墓园里面撞气 撞气 撞气是什么 哭喔 就是哭 哭喔 对 因为她衣服被她还没穿衣服 对 因为她没穿衣服会冷 如果要这样想也是OK啦 好不好 所以你们直觉 两位来选一下 你们会选哪一张牌 Macchio先选 我选第一张 第一张 就一个女孩子 然后坐在她们的 她的那个棺材上面 对 棺材上面 OK 好 那 艾丽丝 第四张 就是没有穿衣服 然后在这个墓园里面撞气 OK 好 那我们的妮老师 第三 第三 不是 棺材 OK 它是在晚上 然后放那个下杖 第三张 好 黄老师你咧 1 OK 就是也是一个女生 然后坐在这个 她的那个棺材上面 那我们的 第三 OK 有剧情 唐老师是第三 是 不晓得为了什么 对 对不对 什么呢 好 那换我 我觉得1耶 就是还蛮毛的 对 有毛 然后跟温馨的感觉 OK 好 而且有没有发现 到目前为止 你们都不晓得要补什么 对不对 对 这就是恐怖的地方 就是先让你选 然后告诉你 原来你选的是什么 而且我跟妳讲 通常我们的题目 都非常非常的恐怖 我跟妳讲 这个史上最可怕的 是在这种恐怖 观众朋友 你们已经选完了 就请我们的保伦老师 来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到底 补的是什么题目 会这么可怕 连我到现在都快低音喔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有那么恐怖吗 好 今天要补我们会被捅哪里吗 还是这个 就是不知道 有可能 因为不知道题目是什么 所以这次才可怕 那一棒人是要告诉我们 好 我们今天要补的就是 你是个会出卖朋友的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真的好恐怖喔 真的好恐怖喔 我不可能啊 我不可能会出卖 而且这个是 我赶快消毒一下 我没有朋友 你们都是我的朋友 真的 而且被捕到会很凤苦 对啊 好丢脸喔 对啊 我不是那种人啊 我也不是耶 而且我们宣普就知道了 对 好可怕喔 好 来 保育老师 来跟我们说一下 好 那我们先从第一个 就好了 就是你到底是不是会 一个是一个出卖朋友的人呢 就是要看第一个 Makio 然后还有黄老师 嘉谦选到的 对 这个你可以看到一个人 他坐在那个棺材上 旁边有桌圆 这个好像是灵魂一样的 对 基本上你是不会出卖朋友的 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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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会 我也不会 不会 来急 来急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这样 我很难过 这个啊 就是啊 你们要交朋友的时候啊 你们会花很多的时间测试 测试再测试 所以你们的朋友有的时候啊 好的就是只有那七个 所以呢 你们真的交的时候 都会交到一些知心好友 所以呢 你的朋友就已经有很坚固 跟很坚固的朋友关系了 所以你是非常讲义气的 然后又讲义气的话呢 你绝对不会用别人的秘密来交换 所以呢 你一定是守口如瓶 对 我不会耶 那我应该是选一个 我就没有没有没有 你来不及了 很难出 对啊 然后啊 就算有人逼迫你一定要讲 你是打死不屈服的 真的 你知道吗 就是逼迫你一定要打死不屈服 你看里面有一个 所以你跟我做可能是好的 真的 然后里面那个棺材啊 它坐在上面代表是 它坐在那个秘密上面 无论如何啊 死都不说 死都不说 然后呢 这个人有的时候啊 他要变成友谊啊 要长存的时候 他会一而再再三的去试炼对方 然后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呢 他会被朋友骗 因为他是很守口如瓶的人 他很相信朋友 对 但是朋友有的时候 会在背后啊捅他一刀 真的 会 那这种人如果不小心 说溜嘴的话 都会有一种状况 就是有人设陷阱让你跳 如果朋友假装跟你很好 他只是要为了套一些消息 他就会在你喝醉酒的时候 或者是晃神的时候 就不小心人家问你说 那个死死死死 有没有事情 你说有啊 他们已经在一起很久了 你就会开始完全露出眼了 真的会这样 你没有人在喝了 就是会酒后赌真眼 我会这样子 会这样吗 就是 或是人家骚扬我 就会这样我跟你抢啊 对 真的吗 那你比较决士的 真的耶 那你跟我讲一下 爱丽丝的东西 快点 快点了 他才刚分手 好准 好准 这个好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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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为什么会这样啊 为什么会这样啊 我真的不知道 没有那一段 我写的犯牆 那你都OK 真是的 OK 好 我们就要看第二个 如果你们选到的是第二个 现场好像没有人选 没有 完全没有 对 你们到底会不会是一个 出卖朋友的人 这边有一个人啊 他看起来很忧郁 然后在捶着那个话 可是那个话好像已经裂开了 基本上他 基本上不是一个会出卖朋友的人 不是一个 我原本想选这一项 但是啊 有的时候他会被诱惑 或者是被某些事情利诱 他就有可能会很想说 想说可是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 所以他很压抑 还有这个人他内心很挣扎 他朋友其实已经很少了 除非有一种状况他会出卖朋友 就是呢 被威胁生命 他有嫉妒在感情当中的事情 譬如说 我很讨厌对方跟某个人在一起 那我可能就会开始去有嫉妒心 然后可能就会开始在从中 说一些什么话 但是通常他会想一想 但是他不会真的说 他会就是自己那边眼内心情 然后很侦察 一个人就开始很孤独啊 所以他总会吹墙吗 有可能 可能就是压抑 对 对 好 好 我们要看一下唐老师 跟妮老师选到的第三个 三 这是陶楼牌当中的月塔 就是塔 就是一个东西会被瓦解了 那基本上你会不会说出来呢 基本上是会 哎呀 你会出台朋友的 是喔 但是你不是故意的 他觉得不是故意的 他是通常他是极度没有安全感的人 他要交朋友他其实已经很小心了 他有时候是没有安全感 比如说这边有一票朋友圈 好不容易我跟你交上朋友了 他有看到他跟他很好耶 他就会觉得说 怎么搞的我受忍弱了 然后他就会觉得说 啊 那 我就会想尽办法去 让他们两个不要太好 所以我就会开始 男后人对不交朋友的 对 可能 可能你们就会开始去讲对方的闲话 啊 会玩坏话 这两个非常非常强 只是为了要挽回朋友 因为你只是想要交到那个 真的可以 不要失去朋友的那种感觉 那这通常都是要回到小时候的状况 就是 你小时候啊 可能在小团体当中 就是 我们小时候国中啊 国小 不是会挤小团体吗 对 你在那个时候被 受冷落过 或者是被排挤 所以你会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孤独没有朋友了 所以现在你就会很想说 那我一定要保育中国现在的朋友 那如果他发现他朋友被抢走 他就会觉得不行 我一定要 所以他会用尽所有的办法 去把朋友要回来 对 OK 然后我们要看第四个 这第四个呢 是太阳牌 太阳牌这个是很阳光的 是 然后很开朗的 这是谁选的 这个是爱丽丝 选到的嘛 对不对 基本上这个是在工作上 会遇到当利益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出卖别人 什么 为了互作出卖别人 什么 你干嘛交话不清楚 别人 出卖 再敲我一次通告吧 我愿意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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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不要愿意 不要愿意 而且好棒喔 赶快现在先发了好不好 对 就想 你打算我 那一定要告诉我 我会到现场 就是有工作上面的利益的时候 因为他可能他的好朋友 从他小可能国中毕业之后 他就没有再认识到什么 比较要好的朋友 他很小就进入到一个小社会 小团体 然后就觉得就是说 譬如说高中就是一个社会 他在那个时候 他就知道如何的生存 那当他长大 他很早就会进入到社会 对 然后看到人心的险恶 事实上不是太相信人 所以他会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他会想尽办法得到他自己的利益 可是背后其实很受伤 我会改的 对 承认了 没有 我觉得还好耶 不是 他会改变他想玩游戏的事 对 他不再给你猜拳咯 因为这一招 不是 因为他这一招好像被发现 那我改另外一招好了 那我改另外一招好了 那可是你知道吗 其实真的讲到朋友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是会让人家很生气 就是你的朋友 去抢你的情人这件事情 这也是一种很气很气的事 我有想过这件事耶 对不对 我有一天在家里都会想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被 就是很好朋友 抢了自己现在身边爱的人 我会怎么样 我会不会很恨他 对啊 一定气死了 可是我气死了吧 但是后来就想想觉得 不就男生嘛 就是 我觉得因为还没碰到 我们很难讲 会有什么感觉 因为一定是那种 已经有曾经被抢过的 他才会有那个心情 所以问一下我们的黄老师 从手里面向特征来看一下 这一个题目 所有的朋友都要注意了 因为这个题目 就搞不好是在你身边的朋友 因为呢 你要检视一下 你身边的朋友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 手面向特征 会抢你情人的朋友 到底长什么样子 来 会抢你情人的朋友 到底长什么样子 来 这两位要好好对照一下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题目 这个大家来看一下 这是恐怖的手面向 真的很恐怖耶 今天是很像我们的 好 那我们就还是观察一下你的朋友 好 我们看一下第一项 第一项就是鼻子大面小 就整体的感觉 鼻子大比较小 那这种举出来的话 因为等于是有点 听到人不太高兴 只要举我自己就好了 像我这样子差不多比较像 鼻子在整体来讲 鼻子大一点 比较大 因为鼻子大比较自我 我一直想到自己 却没有想到别人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不错 当然我就要追啦 那却没有去考虑到人家的立场 是啊 所以其实这个几乎 有讲到男生会比较有可能 男女生都有可能 好 看一下第二项 第二项是 嘴唇薄比较无情嘛 他比较朋友的交情 他比较不在乎 对 然后牙间代表破坏性十足 怎么破坏性呢 看到人家好 看到他朋友跟他男朋友很好 看到他朋友跟女朋友很好 他就要想去破坏它 所以他有时候只是一种耍心机 并不是说绝对要去做这件事情 或者真的喜欢那一个异性 而只是觉得他要试看看破坏你的意思 好 然后牙间 但是整个牙齿都间还是一两颗 就是一两颗 一两颗其实在正面的一两颗就算了 我真的有点尖尖的这样算 一点点一两颗不算了啦 你可以去补起来吗 就磨平是不是 磨平可以 我想也不必啦 我上面两项是完全去讲长相 那下面是讲动作 就是我们去观察朋友 他有的长相 他也是长得很好 漂漂亮亮的 这个方方正正 并不表示他是坏人 所以他有这种心态 想要去抢你的女朋友 抢你的男朋友 通常是当时的动作显示出来 因为当时的动作 就表示他的下意识里面 想去做什么事情 好 我们看一下 在动作里面的第一项 与人交谈目不对人 就是你的朋友跟他讲话 他一直就是好朋友嘛 可是最近他讲话一直闪烁 眼光不敢看着你 他斗鸡眼有什么 斗鸡眼不算 就是他跟你讲话 他眼睛不敢看你 眼睛一直闪开 他不闪开就是他心虚 或者心里觉得有点亏心事 或者他想要行动了 他开始想要行动的一个 就要小心 或者已经动了 或者开始想动了 动手了 不是 他觉得这个眼光 就是躲开 会不会因为他害羞呢 也有人因为害羞 所以讲话不敢 害羞不会吧 害羞当然也有可能 那是对异性 对 怎么要是人家 他是你同性 他是要抢你的异性朋友 他是你的朋友 心虚 心虚 看一下第四项 第一项也是朋友 你观察一下 他以前都很正常 对 可是最近怎么 私下一直冷笑 而且是长 这很恐怖 冷笑 冷笑 冷笑应该是这样 你们两个好 你跟人男朋友很好 他旁边 是这样吗 就是这意思了 就这样就算了 嘲笑人笑的 这个人很毛 好像有 你有碰到人吗 有 真的吗 尤其是在你的好朋友的状况 你是好朋友 他为什么突然 是假的 会这样子 那这个状况下来是 他这个人心机很重 是 容易刷手段 不以为然了 聊天也没有那么好笑 就是这样 就你讲了什么话 他可能就已经这样 不以为然了 或者这样 你看看吧 你们好到什么时候 好健 好可怕 这个就比较有可能 好 有可能 对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那最后一下 这个注意 就是要设下陷阱 要勾搭你的男朋友 对 在异性前 就是你的男朋友面前 他不断地 这样很多 这样很多 注意 我要加个不断 加个不断 加个不断 你只要偶然 你当然会聊头发 女孩子都会聊头发 对 他就在你的男朋友面前 这样一直在 一直在 好像在拍洗髮精广告 这样就很明显 在好像挑动或者是暗逸 他对你的男朋友放电了 就是这样的 什么 现在没有头发可以弄 对 我们介绍男朋友 给人家认识的时候 如果那女的反应是这样 你好 我是谁 然后 一直讲 一直讲话 然后一直撩住 然后开始吃东西了 喝咖啡的时候 他一直还在那边 对 真的要观察 这个都要从小地方去观察 因为现在突然讲 就说 真的有吗 所以其实这样讲完之后 你现在就可以观察一下 不自觉的动作 对 好 那么这几项 只要有一项有 就请你要注意 好 对 因为这个是大家 很讨厌的一件事 很怕 可是你们两个 有没有曾想过一个状况 超怕 讲到异性 很多人都说有异性就没人性 可是这个几乎都在讲 女生比较多 对 因为女生一旦谈恋爱 就飞到男朋友那边 根本就是不管朋友 也不找朋友 一定的 就失联 可是你知道 有些女孩子还 反而不会这样做 有些女孩子 反而跟男生一样 她就是很重视朋友 就问一下我们的唐老师 从星座来看一下 看你们两个有没有一样 好 到底什么样星座 女生她是众有青色的 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太阳 水星 两颗星都要算 到底哪一些人 他们是比较众有青色的 那Makio呢 太阳 水星都是在双子座 那爱丽丝 太阳 水星都是在射手座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看到底两位 哪一位是众有青色 那哪一位又是众色青友 没有上榜就只比较众色青友 那我们的那个 对 妮老师 水星是在天平 太阳天蝎 那宝颜老师 狮子 水星是在处女座 其他两位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可以来看看谁上榜了 第五名 太阳水星 如果落到了居然是这个星座 那就是嘉谦的水星在这里 巨蟹座 是男生跟女生 为什么巨蟹座会这样 众有嘛 众有青色 对 我其实真的还蛮重视朋友的感觉 对 没有错 但是我一定要解释一下 巨蟹座它是属于那种朋友有难 它就会出面那一体 对 记住一定要有难 一定要有难 没难就是不会 对 我就是 怎么办什么来救我才会出现 可是没事 不会 比如打电话给你说 我们一起去唱歌你就不见会 我唱歌被车撞到你就会 我一定出现的 一定要有难 一定要有难 对 爱丽丝讲的真是太好了 你真的讲得很好 对 一定要 然后你跟她讲说 我没有钱 她管你的 她讲 我妈妈癌症 我就出现了 原来是这样 是这种的 其实比较有同情心或是 对 没有错 好 我们来看第四名 太阳水星如果落到了 我们有一位上榜 那就是宝林老师 水星在这里 处女座 是怎么样 是怎么样 其实处女座 太阳水星处女座的女生很中义气 对 非常的中义气 而且在她心目中 男人算什么 对 女朋友才重要 是 对 因为男生 帅 对 男生如果犯了什么错 她都会想到男生的缺点 比如说 那么丑 那么脏 平常不需要变活该 对 对 处女座 就会用这种想法去想 可是女生她就会心疼 比如说 你这么娇弱 你这么好心 然后你还遇到这种事情 怎么可以 对 所以她对朋友就非常的好 比对男生还好 所以你就会一天到晚 听到处女座在骂她男朋友 可是女朋友如果受了委屈 她会很互端 对 没错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 太阳水星如果落到了 这位我们现场没有 那就是 摩羯座 摩羯座也是很重有 青色 真的吗 女生的摩羯座 通常她们都会有死党 我们要说的一件事就是说 她朋友也不会算太多 她要不然就是非常好 非常好非常好的朋友 那什么国中高中 就在一起的死党 那这种死党 它绝对是力挺 而且经常在搞小团体聚会 对 那还有一种是她出社会以后 她可能就会交了一批 跟工作有关的朋友 这种朋友她也会非常的维护 是 比如说 只要这些人有聚会 她是属于那种 尽量不要缺席型的 所以她的另外一半 可能也会觉得 我的老婆 为什么都不在我的身边 所以 可是对摩羯座来讲 这个就是一种好像 工作一般 一定要维护的一个关系 所以很多摩羯座 会给她另外一半 重有青色的感觉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名 太阳水星如果落到了 水瓶座 我们还没上榜 女生 我们都还没上榜 还没 马基尔跟爱丽丝 还没有上榜 没错 重有青色就是 其实水瓶座 她会以她的朋友为主 真的 她是属于那种 会把自己的男朋友带给姐妹 她会鉴定 没错 而且你知道水瓶座真的很酷 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她是水瓶座 然后她刚刚才开始恋爱 热恋 但是因为她知道我心情不好 所以她每天让我去她家 睡在她家的沙发 然后她男朋友可能要约她去吃饭 她都会说 好 那我要带着爱丽丝一起去 就是约会 她就是 我都会觉得不好意思 我不要当电灯泡 那你干嘛要当电灯泡 我不想 她会拉着你 因为她觉得 她觉得你现在不应该一个人 对 你最好不要一个人 因为你心情不好 所以她会找很多机会跟场合 她真的很好 水瓶座就很重朋友 你是说这段时间对不对 就是很久 去年到就是 有不开心的时候都是这样 你没有打电话给我 我没有你小心 可见她有加签 不是因为我之前才是 柳嫩 你知道吗 我家里没有发现大事 我不敢打给你 对 你柳嫩要打给我 我是挺朋友的 就找人吃饭 要睡沙发的事 我觉得还好 对 这个我们家是 没有沙发可以睡的 嘴瓶座真的很重朋友 好 我们来看第一名 太阳水星 你们两个还是没有上榜 那就是 甜品 准 准的不行 准 太准 真的 好小柔 对 对 所以没有比她更重游戏 更重义气 对 她太重义气 很重义气的一个 因为其实在她的心目中 感情都是负担 只有朋友没有负担 所以她会很珍惜朋友 她很珍惜朋友 对 我们家老师水星也是天品 对 所以她觉得另外一半 就是两个人会有厉害的关系 然后会有习惯的磨合 而且还不磨合不行 一定要面对痛苦 所以两性关系对她来说是痛苦的 麻烦 对 很麻烦 而且到最后还不见得有好的结果 就是 可是朋友不一样 朋友付出多少 然后带给她的欢乐就有多少 对 她觉得太划算了 这是为什么她们让另外一半觉得 一听到朋友聚会就 好开心活过来 对 可是一听到家族聚会 或者是要约会 就觉得好闷 也不知道该穿什么 也不知道跟你说什么 就闷到一起了 所以太阳水星落在这几个星座的人 都是重有 青色星 那我一定要讲一下这两只 对 那我一定要讲一下这两只 对 这两只是为什么没上榜 哪一个比较严重 其实双子也是很重朋友 对 但是真的我告诉你 但是她坏就坏在她谈恋爱的时候 就整个消失 对 会 一谈恋爱就会整个消失 我双子说我知道 我真的一谈恋爱我就不见 我好像也不见 她们一定要谈到告一段落 对 就是差不多OK了 我一定了 你只要看到她重出江湖 应该是感情开始不顺的开始 没有 真的这样讲 真的 所以其实双子还是蛮小女人的 至于射手座 就更小女人了吧 怎么可能 真的 知道她 当然她们平常是很中意气的 可是她的另外一半 如果跟她讲说 我觉得你不要常跟这些女生混 所以我就会 她会 就会开始害怕 因为她觉得说 对啊 如果你不高兴的话 那我还是听你的话好了 所以她会比较听男朋友的话 对 我会听话 可是听到一个程度 就会觉得 这样下去也不行 因为没有朋友很痛苦 没错 所以其实很多射手座的人 她因为也很爱朋友 可是又不敢不听话 所以通常他们谈恋爱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忧郁症 如果她的男朋友跟朋友之间 没错 没有协调 他们很忧郁 会忧郁 很忧郁可是也不敢反抗 对 可是在这边要奉劝大家 其实有时候要当心 你知道吗 因为有些我们的付出 我们为对方好 会让对方有压力 反而成为那男人的噩梦 所以真的就 对 其实男生也是这样 男生也是 就是常常会管女朋友 不准出去 因为他也想陪 对 没错 对 所以也不是我们的问题 因为几乎会让男人 成为恶梦 几乎都是女生比较多 因为女生常常给男人 真的太多压力 有时候我们女生 也要检讨自己 不要一天到晚说男生坏话 对不对 现在男生是不是有掌声鼓励 你干吗这样 没有 我们在节目常常骂男生 骂到有些人显示过 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 也要帮帮男生说话 平衡一点 男生蛮好的 对不对 所有的节目都在骂男生 每天晚上电话电视打开 都在骂男生 所以你看男生多坏 不是男生多坏 男生多可怜 所以今天这一题 我们就要为男生平反一下 好不好 从我们的数字擂台来看一下 到底是几号人 会成为男人眼中的噩梦 来看一下女生 你这一题 你可能胖子会这样 很恐怖 对 整集今天都很恐怖 对 好 全天下的这个先生 看看你的噩梦来了 我们来先看一下 我们现场有没有你的噩梦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再看这个几号是噩梦 是男生的噩梦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每一个人 是几号人 当然各位观众 你们很清楚 每一个女生 先看看你的出生日 你是几号出生的 那一天你就是几号人 那今天我们两位来宾呢 对 来我们先看看那个艾丽丝跟Makio Makio是6月12号出生的 所以12号这一天是1加2等于3 3 然后艾丽丝是12月21号出生的 所以是2加1等于3 3 她们两个都是3号人了 那我是26号出生的 是8号人2加6等于8 2加6等于8 好 我们现在先从这个季军开始 季军 季军 好 来看看几号人 快点 8号人 1号 8号人 她还说您老师 你是 对 看看怎么个 对 每个月8号 17号 26号出生的8号女生 会成为男人噩梦的原因在哪里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主要是因为天生 号胜心强 特别无法忍受输给男生 一旦认定对方是敌人 就算使用阴险的手段 也一定要胜过对方了 真的很恐怖 恐不恐怖 是女人都怕更不要说男人 可是八号人 偏偏在这个时候 就像刚刚唐老师讲的 很多的八 大部分的八号人 都是重有青色 他们认为 他们认为 我们就是女性都是 比较弱小的 那男性是强者 所以他会 因为他们喜欢斗争 喜欢抗战 所以他们会认为 你是强者 你就不能输 那今天如果他一旦 把你当作是敌人的话 那你就倒霉了 他就会锁定你 打不完的仗 对 打不完的仗 而且他们是长期抗战 听清楚长期抗战 男人要惹上他的话 如果那是不合理的状态 他就一定会把你咬到死为止 真的 所以要小心 这个就是男人的噩梦 好 我们来看看第二名 亚军 好 几号呢 怕不怕 怕 你们会不会上榜 怕不怕 六号 六号 好荣耀 好荣耀 每个月 六号 十五号 二十四号 出现的宝宝林老师上榜 宝林老师 是怎样 是怎样的噩梦 看原因 好大 六号人怎么让男生 会变成噩梦一场 怎么样 来 看一下 好 六号人呢 因为他势必公轻 控制欲太强了 这个恐怖 大小事情都想插手 所以造成男人很大的压力 什么事情都想插手 宝林会不会 不会啊 我什么都会管啊 就是他做得太好我也管 他做得不好我也管 当然这里面 又以六号出生的这一天人的病症最严重 真的啊 你们看那个王小禅 是 何丽玲 你不要看 他们就是每一个事情 他们当然也很能干 对 可是如果今天他爱上了你 他觉得他就是你的王 你的皇后 你的天 他要掌管所有的事情 大大小小事情 而且这一类六号的人 病症比较严重 是因为他们都有暴力倾向 好重耶 他们一直不舒服的时候 对 他就会想办法去发泄 是 所以六号的女生 在这个部分有这个暴力的倾向跟潜力 另外当然第二名 当然就是 我一直有一只剪头 没有耶 你会怎样 你还没有被开发 谁强 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会这样 变翻耶 我就会这样打 这个是小小暴力 我不是故意的 可是我助理比较厉害 他是直接拿吹风机跟垃圾桶 去打他男朋友 对 这个很严重 不要再做了 好冷 真的还假的 对 还有这个第二名男人二十四号 二十四号的六号出生的人 他们也是 就是像张博之 这一类人比较会去伤害自己 如果他今天在两个人关系之间 尤其特别对男性 他如果抓不到 他管不到你的时候 他就会去伤害自己 来张检 让吸引注意 好 冠冠军来了 冠冠军 你们觉得你们两个会不会赏 不可能 为什么也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我觉得会 好 我们来看一个冠军 我觉得会 男人最大的噩梦来了 一号人 一号人 一号 每个月 一号 十号 十九号 二十八号出生的一号女生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怎么个让男人做噩梦 来看一下 好 作风大胆 善用女性的优势当手段 常常迷的男人昏头转向 可是这个会让男生成噩梦吗 为什么 因为这一类女生 他们 我们刚刚在谈众色亲友 众友亲色 他们可能在这个部分 就会众色亲友 他们会使用他们女性 先天来的那个性魅力 他可能会用性来做交换 来做方法 那常常他会引起了 就是说几个男性之间的争夺战 有的时候他会 因为他这个时候 因为他要一些东西 他不管是要权力也好 要金钱也好 或者要地位也好 他有一些目的 或者是他今天 真的爱这个男人 他会想尽办法 弄他的身体语言 去吸引你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他是最厉害 当然他一定要有条件 我们现在看到 现在介绍的这个一号的女性 他会变成噩梦 那当然这边 他也比较主动 像一号出生的 他比较会弄小女人的 撒娇的方式 有的时候会 有的时候会死瘦烂倒 会弄这种方式 像那个 我们在讲玛丽莲梦露 她是一号人 戴安娜王妃 她们都是一号出生的 生日这一天是一号的 那另外呢 还有十号出生 一加零等于一 就是十号出生的一号女生 他就比较会用身体 主动去攻击你 像我们最熟悉的 那个电影明星 沙郎史东 对 你看他演那个 Basic Instinct 那个电影 就是非常非常的 一号女性的电影 了解 对啊 而且你看 其实你们两位都算没上榜 就是说 这个在男人眼中 你们俩还不算是噩梦 比他们那几个 你们这个算浅的 好不好 可是因为你们两个条件 也说很好啊 那追的男生一定很多 可是我想问一下 你们最怕的男生 用什么方式追你们 所以我想问一下 你们最怕的男生 用什么方式追你们 我很怕的男生就是 没礼貌 又太直接 又就很猴急那一种 对 然后一过来就跟你讲说 不然我们换个号码 这个是很没礼貌 很不舒服的 对 有好几号 对 而且跟你装熟 所以我干嘛要给你 你就会觉得你在急什么 而且很没礼貌 你就会觉得女孩子 今天就算我只是你的朋友 对 你也要尊重我一点 有一个距离吗 对 这样比较好啊 不然有礼貌 像不晓得 有没有这个荣幸 可以因为想跟你做个朋友 你公司这样 我就已经很难拒绝你了 对 很舒服 就算不给你 可能也会觉得说 对 对 让你也不要太没面子 可是你一过来就是 那你很正啊 我们换个号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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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上次就碰到 有一个男生真的很妙 他穿得好帅好帅 然后呢看起来一表人才 就还不错 然后他就这样靠着墙 然后我就经过他面前 他突然就把我嚼住 对 我就说 怎么了 他就说 他拿着一个啤酒 我就这样 我已经绕过一圈了 今晚 你是这里最正的 我就说 谢谢 我可以请你喝杯酒吗 好 我就说 好 啤酒也像酒 没有 啤酒想请就算 他就把他手这样 啤酒这样 Cheers 那是啤酒 好香 好帅 好帅 你瞎爆 我那种酸啊 我身上你看哪一初学来的这个剂 好噁喔 很糟糕 你当场就啵 笑出来 真的 而且好好笑喔 我就看着他啤酒 我就说没关系你慢慢用 我就走 好噁喔 有这个男生很糟糕 那Makiu你也最胖的男生 用什么教练 就是没有礼貌的也算了 就是已经有一个男生 之前就追我 可是就是 他就是已经把我当成他是 女朋友 到手了 到手了 已经是我是他女朋友了 所以他讲电话要睡觉的时候 就说 你到家打给我 就直接这样子 那谁啊 对 然后我想说 我为什么到家打给你 可是我还想说 礼貌性还是打一下好了 我就到了 然后我就说 我已经到了 谢谢你啊 怎样怎样 他就说 好啦 你早点睡啊 要不明天会很早 就是 你是谁 你是谁 你不是我女朋友 你是谁 对 要小心一点 然后什么的 这样男生好白密 对啊 不要穿太少 关你必须 好难心喔 对啊 我没办法喝 这个也很爛 对 就是还没到手 然后衣服就是关心你 然后就是要 不然你的口气就是 那你就小心一点 或什么 对 对 就衣服就理所大 小心一点啊 什么那个什么 对 好烈耶 真的 所以这一题 我跟你讲 我这一题一定要奉许所有男生 你一定要看 因为你们在追女生的时候 有些女孩子很讨厌你们用这些招 你反而都追不到女生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一题就问一下我们的唐老师 是 从十二星座来做个分析 女孩子都有一些点不喜欢男生碰的 是 有一些点是你们追就没有效的 所以针对这个就来看一下 十二星座的女生分别 千万不要用这一招来追她 是 如果你用这一招来追她 不用了 回家睡觉 好不好 自己吃自己 男生要注意了 来一下 有那么多招 这些招都其实都挺好的 什么耍帅 没礼貌 那个是当然不可以用的 可是这些招都还不错 但是有些星座女生 还是不吃你这一套 所以千万不要用错招了 对 那我们就要看女生的太阳水星 然后你再来看看 你是不是有办了她的禁忌 那这个太阳水星 那都是在双子座 爱丽丝都是在射手座 好 那其他老师 我们也都知道了 我们就来看看 谁不能用哪一招 第一招也不错 这招叫做 温柔体贴 我爱 最喜欢 我爱温柔体贴 好 两位都喜欢 你们一样的是礼貌 其实这个温柔体贴很会 就是一种礼貌 他们很礼貌 对 可是这两个星座 你就别用了 那就是太阳水星落到 宝林老师水星在这里 处女座 太阳水星落到了 水瓶座的女生 很合理 超合理 她刚刚就有讲说 她是会男生的噩梦 对 所以她不喜欢 如果男生太温柔体贴 其实跟她是 没关系相似的 其实你不要用那个 温柔体贴对待处女座 因为处女座要的是 你要有用 你要专业 你要有能力 你在外面比别人强 因为她觉得男生就是要强 要会赚钱 温柔体贴在她看来就是没用 而且她会直接跟对方呛说 你吃软饭 对 要在外面拼的才会觉得man 对 她不会感激你很温柔体贴 这件事情 她反而会觉得 你应该要出去拼 对啊 因为我都这么卖力 你怎么可以输给我呢 可是如果回家打人怎么办 太over了 太over了 那至于水瓶座呢 她要的是一个男人头脑清楚 有规划 有未来的计划 我们几年后结婚 我们什么时候买房子 然后我对工作上 就算你还没做到 但是你至少要 有规划 有规划 所以你用温柔体贴这一招 她就会觉得醒醒吧 对 因为我是吃这一套的小女生吗 她就忍不住冷 更冷了 本来就够冷了 还是更冷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招 这招也不错 但是不能用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金钱公式 是 本来这一招是很好的 但是有两个星座 布莱米这一套 那就是太阳水星 如果落到了 我跟尼端老师的天蝎座 跟太阳水星 如果落到了爱丽丝的热手座的话 金钱公式可能就没效了 像天蝎座的人 他不喜欢欠人家人情 他就是有一种 我自己也会赚 我干嘛吃你的 用你的 所以如果是合理范围 比如说一顿小小的饭 那是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搞到每一顿 都是被人家请 然后现在感情 又还有点暧昧的状态 天蝎座就会开始浑身不自在 我是不是不跟你在一起不行 就没有办法 我也有 她不种感觉 对 其实Makio天蝎也很强 你月亮的天蝎 对 月亮的天蝎 对 就是很怕欠人家 那至于尺手座的人呢 他是属于那一种 他会觉得 你知道有一种尺手座 他对你动真感情 他真的把你当对象 那他就不喜欢 你把它看成很便宜 可以买到的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我怎么会是 你这样就可以打动 我希望你认为 我希望你喜欢那是我的人 对 而不是觉得我很好 就被你给打动了 所以它很不舒服 如果你用金钱打动它 对 你可以送 譬如说你去夹个娃娃 小东西 然后小东西我就会觉得 所以你家那个娃娃是人家家 她一直夹 她一直夹 她一直夹娃娃送 你很好 很好被送东西 我后来觉得 其实这样很不好 真的 以后追爱丽丝的人 就是用夹娃娃的人送 真的 好好追 真的太好追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种还不错的招数是什么 那就是 欲勤故纵 你可以用这一招 其实有些欲勤故纵的招数 但某些星座还蛮有用的 很有用 可是有些就 它跟你玩游戏 可是这几个星座你不要用 太阳水星如果落到了 黄家青的水星星星之灵 巨蟹座 或者是太阳水星落到了 宝林老师的 狮子座 或者是太阳水星落到了 摩羯座 这三个星座的话 你不要跟他来 欲勤故纵的这一招 来什么欲勤故纵 我玩什么东西 我也不玩 你理你 真的 像巨蟹座的人 他已经是很容易没有安全感了 又很保守 所以当你欲勤故纵的时候 他 然后这两个星座都很像 跟摩羯座 他们都有一种 那就消极吧 对 就是你可能也对我不感兴趣吧 那我也不要太惨你吧 那我也不要想太多吧 马上就打退堂座了 我们真的很容易就消极吧 而且可能也会 不是不是 我说我们很容易消极 你刚刚说什么 你很可能就消极吧 吧 对 我们很容易就消极吧 对 还要 好 那如果是保玲老师的狮子座 他先讲 对 如果是保玲老师的狮子座 他当然是自尊心很强 你一定要一直追我 一直追我 一直追我 我才会被你追 你怎么会出现一下 就跑掉 跑掉就算了 面得我到最后也是受伤害 所以这一招 对这几个星座 是完全没有用的 我们来看第四招 这招也不错 那就是 甜言蜜 我爱 你也爱 你也爱吧 马基尔应该也蛮爱的 我爱烤鸡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美喔你 好正喔 马基尔 爱你被子 好 有两个星座 是布莱尼这一套的 注意一下太阳水星如果落到了 母羊座或太阳水星落到了 我们有一位上榜 尼敦老师的天平座 不喜欢 为什么 太假是不是 少来了 不真实 我比他还更厉害呢 其实尼敦老师是很矛盾的 他的天蝎座很爱听甜言蜜语 但是天平座就没有办法 因为天平座会傻住 不知道怎么回应 对 就是你知道听甜言蜜语需要有一种融入感 但是天平座有一种疏离感 而且这两个星座 对 这两个星座都是属于那种酷酷女生型 就是当你讲甜言蜜语的时候 那个人就不知道怎么反应 没错 就是其实反而会让他尴尬 我有的时候也会 就是听到一个男生一直在赞美你 心里就会有很多 不停地跑过去 因为不成本 因为你不爱他 对 不喜欢 喜欢就会觉得那些话很容易 是很动力 不喜欢的话就会觉得 耍什么饱子 你都几岁啊 对 因为我第一次听到 讲些我没听过的事好不好 快点快点 就是心里会有这种OS 比如说 像太阳水星在牡羊座的女生 她比较喜欢你称赞她的长处 比如说 你上次那个会议 你的回答真的好聪明 牡羊座女生就会很高兴 对 那或者是说你刚刚 你就跟她讲说 你那个报告做得真是太专业了 那牡羊座女生就会觉得 你看到我了 比如说如果她是模特儿好了 你要称赞的是 你好专业喔 你把那衣服的味道穿出来 而不是说 你身材好好喔 你身材好辣喔 你脸好甜喔 她会觉得你好肤浅喔 肤浅喔 那至于天平座 你只要淡淡地跟她称赞就好了 比如说 你很棒 你如果说 你好棒喔 然后她就会吓到 因为你很棒就好了 她知道你知道了 就好了 如果你加了很多情绪的东西 那是哪里棒啊 很热情的东西 天平座就会吓到 她会有一种呆住 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没错 因为她搞不好 其实她用三分力 你就把她讲得好像十分力的样 她自己会心虚 她不是心虚啦 她会觉得你要干嘛 你的企图是什么 对 会想太多 会想很多 就点到为止就好了 对 天平只要点到为止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 还不错的教数是什么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 还不错的教数是什么呢 那就是老实木那 这个丈母娘都会很爱的 可是有些星座不行 对 太阳水星如果落到了 金牛座或太阳水星落到 Makio跟嘉谦的双子座 或者是落到了 双鱼座 那是什么 就是很老 看起来老老实实的 然后呆呆的 然后坐外面都不什么讲话 什么之类的 笨笨的 双子座的女生呢 她要对方很有趣 这样子才能跟她互动 对 要不然三两下 就被双子座的人觉得 好无聊 我想变心了 对 真的吗 真的真的 那金牛座 金牛座你不要看她 自己本身好像比较老实木那 但是她其实内心深处 是很希望另外一半 非常风趣幽默 对 所以对方如果能够讨她欢心 或者是让她开心 金牛座女生就会很喜欢这一型的 是吗 对 她虽然很希望稳定 但是她不希望对方个性太无趣 那至于双玉座的人呢 她会觉得老实木那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 在这个社会上 她要的是强者 强者呢 她宁可对方是长袖善舞 花花公子 那个她都不怕 是喔 反而老实木那可能在一个公司里面 只能慢慢往上爬 她反而会没有办法喜欢这样的人 所以这三个星座的人呢 你太老实木那 你可能就会让她打起何前 真的 好准喔 太阳水星落在这十二星座的女生 你各自不要用她用这一招 男生不要用错了 好 接下来马上进行我们今天的 恐怖家庭风水 人家住地堡 要吃 要穿 要烦 要烦 我们是住草寮 随便聊天 老公又对人造 那又不是 草寮在哪里 草寮 草寮就是那种毛房的意思 就是用那个草 那种堆起来那种房子 民草好多 对 那种就好可怜 而且重点是你的老公又对人造 真的是惨爆了 我们今天要看的 恐怖家庭风水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女生 尤其是女性的闺房风水的问题 我们常常都会放的一些有的没有的 没错 其实放这些东西到底会出什么状况 会让你的意识到底会有什么影响 就问一下我们的黄老师 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女生放的一些什么 什么钱乱丢 还有什么衣服乱放 内衣 这边丢那边丢 还有一些布娃娃 对 镜子也有 对 镜子一大堆 然后还有什么化妆品 这边丢那边丢 小胸 或者是那种娃娃的 都有很多那种 OK 那就来看一下这些有没有禁忌了 来 好 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有这些 你可以移走就移走 收起来就收起来 好 我们看第一项 第一项其实刚才各位已经提到了 是 就是你的女性的卧室里面 太多的人型 注意是人型 人的形状的木偶跟木偶 或者布袋那个红 那个红都有 真的 如果是小胸还没有关系 小小小小动物还可以 瘦环丁很红 你知道那种布袋心 那种瘦环丁 瘦环丁 瘦环丁 跟丁也丁 你以为才不是做真吗 就是不要摆上来的 你不要摆在卧室 你可以摆在你其他的地方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是摆在卧室才可爱 可是你想一想 你回到家里 床上有一个人睡在那里 其实是一个大的木偶 或者布偶 老师 我要讲一下 不止这个 不只是娃娃 连画都会这样子 那个画的娃娃 我一个朋友 我妹妹她房间摆了一个 她朋友送她的 里面有各式各样娃娃的画 可是因为她画的那个风格 有点阴阴的 那个阴影很多 里面有小叮当 有其他的那个卡通娃娃 本来应该是很可爱的 但是没有 她摆在那里就越看越怪 我每一次去都觉得很怪 因为我跟我妹妹睡不同的房间 有一次我在她的房间午休 就是午睡午觉 对 我才睡着没多久 就听到很多 那种声音 真的假的 真的 我没有骗你 然后而且她们还 踩到我的身上来这样 那种脚也很轻 是被鬼压的 对不对 有一种那种感觉 但是 然后还看着我的脸 觉得我不是那个人 然后又散掉 然后我就醒过来 而且就 好 她怎么变这么大吃 好 我要踩 好 我要踩 你们再回去踩一下好吗 看看哪个踩 开玩笑 我真的不愿意 我醒过来 我马上知道是那一伙 所有娃娃跑来看我 超恶心 好恶心 好恶心 好明显的感觉 我再也不敢睡那个房间 真的是这样吗 好 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样子没有错 你看 会招阴邪嘛 你什么事情都不晓得 常常听到这样的故事 那么有没有花生 或者只是你想也好 你就收起来好了 好 不然就丢掉就算了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种 也是 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 常常会遇到像这样的状况 就是试念布置假花 是指你的卧室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你那个是假花 就表示你会招来虚情假意 若是真花可以 真花插在花瓶里面有没有 这个可以 OK 那就这样 注意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第三种 第三种其实刚才 已经也提到了 阿Key有提到的 就是 就是我们通常卧室里面就是 最多一个或者两个镜子 可是镜子环罩也是表示 到处你看出去多是镜子 一般晚上看起来 会吓自己的 对 还有呢 会招来阴邪 那电影上都这么演的 对 阴邪都是从镜子里面跑出来的 真的 另外呢 你就是会 尤其女孩子会惹到烂桃花 被她每天看到 然后自己脱衣服看一下 四周全部都是你的身体 是不太好的 那个只有在宾馆才看得到 对 就是比较特别的 坐在那种地方 上下左右全部都镜子 又镜子 又镜子 对 左右又镜子 对 好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也是我们在单身的女孩子 的这个要禁忌 就是太多的布连 实际上先说一下什么布连 有些人因为她 她觉得例如说 你不知道布连的后面有没有躲着人 你会觉得后面是有小偷 或者有肮脏的东西 又一种更可怕的 她是为了把房间收拾整理 盖那个白布 东西把白布盖在上面 好 我提醒 我也是 我承认 当然一方面会惹灰尘 到那个小事 比较是容易让你所谓的心神不宁 心神不宁 你不要觉得那布连后面 是不是有人躲着 或者刚刚讲 会不会有什么东西 奇怪的东西在哪 心情不宁是什么 就是心情起伏比较大 有时候会担心一些事情 会担心 一下这样一下这样 好像什么事要发生 可是也没有 那就常在那边心情 好像有 会吗 最好不要打 很少 好 那没关系 我们看下一项 就任何一项最好都要避开 就是金属的风铃 通常可能你挂在卧室的门口 对 人一走就叮叮当当叮当 首先你那是卧室 是要睡觉的地方 要叮叮当当 怎么叮叮当当 因为风铃好像都是客厅 叮叮当当 这样的话睡的话 你怎么会睡得早呢 一个睡得不好 很吵 第二个 我们说金属的风铃 你们可能听人讲过 是在庙里面用的东西 对 家里通常不要金属 家里你可以用塑胶的 或者挖陶瓷做的 你这金属的 是庙里面做的 也是一样会遭鬼来的 遭鬼神 所以我这里写着 会遭鬼魂 或者让你没有很安静的休息 因为叮叮当当的 所以心情会比较烦躁 所以卧室里面不要放金属风铃 记得这个东西 不要放 好 我们再看下一项 下一项就是 床头太多的电话或者手机 有线电话也好或者手机也好 一大堆 那首先第一个 你晚上到底要睡觉还是要打电话 还有嘴巴多 话多 又会招惹小人 对 整晚上不但男朋友之外 很多朋友整晚上就这样 只来操你打电话 对 没有说是一岁非岁的 当然你就会 讲话会讲错话 不但小人 好 再看一下下面一项 就是床上放满了杂物 会排挤桃花 排挤桃花 它会进不来 原来是因为这样 然后呢 你异性缘呢 就等于是没有异性缘 会下来 我们原来是以为说没有 才让另外一半 另外一边放书跟零食 原来那个方法也不对 对不起 你说床比较大的话 另外一边你就是睡着嘛 表示随时可以接纳 另外一半来的意思 了解 好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是你的衣柜 橱柜里面 橱柜里面塞满 我这边是一些挂满 是塞满的 乱塞的衣服 衣服全部挤 再挤 再挤 就是我 你会这样 就表示你的头脑 视力不会很清晰 所以你的工作 当然你现在工作很好 但是我提醒你 你小心 工作会比较多阻碍 然后你的恋爱 练习方面可能不会很顺 这是你个性的关系 赶快把衣服都丢了 那衣服如果不是放在房间呢 不是 你可以在厨子里面 本来就是要叠好 或者挂好 折好 不是塞 我衣服是用折塞的 我这里是指塞的意思 就是一直挤 一直挤 好像那种宿舍 射箭要来查 就赶快把这张衣服 全部堆在一起 一打开就全部倒出来 对 那种比较不行 那就表示你处理感情方面 也被处理得很 很有条理 很顺 真的 好 看一下 最后还有两项 最后第二项是 墙壁有三种以上的颜色 三种颜色以上 通常我们墙壁应该是一个颜色 对 颜色 或者最多两个颜色 三个颜色 表示你就开始心烦了 你心里就烦到 到底你每天睡觉 要在休息之间 因为那天不是客厅 也不是书房 是睡觉的地方 本来就是暗暗闻的地方 又不是布景 对不对 我们后面布景又颜色很多 最不应该画一些东西 你就让你所谓的心神不灵 心神不灵带来了 你的工作不稳定 你心里一定很浮 每天看着在这边 要睡觉之前 或睡觉一起来看到这些 所以工作不顺 然后爱情也不专心 好 最后一项 这个也是很多女孩子容易遇到的 就是 通常一个就够了 如果你明天要赶通告 明天要做什么事 一个就够 不要太多 太多表示你这个人 本身就是紧张 很龟毛 你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很紧张 明天要到哪里有 一方面没有办法很好地休息 一方面很好睡觉 第二方面 异性跟你在一起 一定会怕你 你的日常工作里面 讲话里面就很紧张 很龟毛 没错 所以这边讲的 就是说你会难 一方面不好睡觉 难安眠 第二方面会吓跑异性 最后也是 就是异性也不好 对 这样这些都很好改的 并不是难的风水 只要不好的收掉 收起来 整理整齐这样就可以了 对啊 而且那恐怖风水 就是要让你知道说 这个恐怖在哪里 女生最重要就是 找到好的人 可以谈恋爱 对不对 要有一个好的桃花 然后就是不要招到鬼 然后也不要去忍到小人 你看这样恐怖 最恐怖还不就是招鬼 对 对不对 最恐怖就是惹到烂桃花 搞不好你现在有个男朋友 突然在第三者跑过来 恐不恐怖 恐不恐怖 所以这个恐怖风水要改一下 要改 对 要改 那个乱塞衣服 我们赶快弄一弄 对不对 真的 娃娃拿掉 对 娃娃拿掉 搞不好就晚上自己偷偷哭 搞不好就是那个娃娃在盯着 你看 不要这样啦 好 马上赶快进行 我们今天的塔罗大预言 好 马上赶快进行 我们今天的塔罗大预言 我们要问一下宝林老师 这个最近一个月 我们会不会苦哈哈 这个苦哈哈很多 工作上面的苦哈哈 不要 还有金钱上面的苦哈哈 不要 还有感情上面的苦 不要 大家都不要 那来看一下谁比较 所以会抽到苦哈哈 我要被宏太平 其实啊 生命啊 其实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来受苦的 不然我们就不会活着 但是你要开心的苦呢 还是难过的苦呢 所以呢 你要知道你最近 在哪个地方是比较苦一点 我们就想办法改变 那所以就是要测一下 你最近呢 这个月当中到底会不会苦哈哈呢 嗯 凭你的第一个直觉啊 就是看这四张牌 你看哪一张牌是最吸引你的 你就选这一个 那也有可能就是看号码 哪一个号码你是觉得 特别想要 或是特别吸引你的 专门就是看那个号码也行 然后选一个 你自己觉得最有感觉的一张牌 就可以知道 你这个月当中会不会苦哈哈了 1 2 3 4 2 2 2 可以2 艾丽丝 3 3 OK 你老师 我也是2 好 黄老师 我也是2 你也是2 我也是2 那我也是2 你爸都2啊 好啦 那我选4 你出电话 我选4 你没选 好 但你原本想选3对不对 我 我OK 都OK OK 好 好 那观众朋友选完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这个最近一个月 你会在哪一方面苦哈哈了 好 我们看第一张牌 如果我们可以选到的是 第一张牌 你最近到底会不会苦哈哈呢 这张是淘牌当中的教皇牌 所以你看到这边就是一个人很严肃 站在那边 基本上是不会苦哈哈的 但是呢 有站起来 你可能会在学业上面 或者是说去旅游的过程当中 会比较辛苦一点点 还有就是你看到是一个很权威的一个人 你公司的主管 或是你的父母亲 可能最近会给你疲劳轰炸 会让你觉得好辛苦喔 那基本上呢 你的金钱的状况都是OK的 也是够用的 可是就是钱赚进来 然后出去也存不了多少钱 所以呢 还算过得去 不会苦哈哈 但是就是家人疲劳轰炸 或者是呢 学业当中是比较大 有压力 对 压力很大 在这一方面OK 这个大概是学生 如果工作方面的话 其实都还好 那如果你想要赚外快 你就可以去做家教 或者是呢 去做教学的话呢 你可以就是有财运 其他的钱会进来 是 OK 那还不错 还不错 可是没人选 没办法 好赞喔 好 那我们看得到的是第二张牌 就是呢 先看四好了 好 也可以啦 我们看第四个 现场还没有人选 就只有我一个人选 好 嘉谦选到的 如果大家跟嘉谦一样 选到的是第四个的话 就是你最近呢 到底会不会苦哈哈呢 这是绑剑四 是 基本上已经苦很久了 但是呢 你在苦里面 你并不觉得你很苦 是喔 所以你表示说呢 可能这个人就是工作 辛劳 工作上面很辛苦 每天劳碌命的 不停的奔波 跟不停的工作 对 然后你会觉得说 生活当中啊 没有办法开创新的财路 跟新的财源 然后就是努力做 人自己关系 是有苦说不出的 有时候会被流严重伤 是 还有的话就是呢 工作上面呢 有的时候会觉得 喔 我都好辛苦喔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样 撑下去 因为每天很繁忙 然后做一些事情都是自己 不想做的 了解 OK 好 那我们看第三个好了 爱丽丝选到的 对 好 如果你们选到这套牌 你们到底会不会苦哈哈呢 最近啊 你终于开始比较不苦了 所以你是里面最不苦的一个人 恭喜 谢谢 反而啊 你赚钱会有很好的财运 感情会有新桃花 然后人际关系开始也会往上提升 因为事业啊 又会有成就 所以可是说呢 你已经苦尽甘来了 然后最近才开始 会开始非常非常的旺 恭喜 好开心 就是才开始爬起来 所以现在开始不会开始苦 可是这种人啊 因为就是非常非常 才刚开始旺上来的时候 他会有很多的压力 这个时候你会有点懒 就是不想做 有些事情你就把它推掉 对 不然的话你会赚很多的 好 我们看 选到第二张牌就是 黄老师 潘老师 马克奥和你老师 选到这 如果你们选到这张牌 你们到底会不会苦哈哈呢 这是陶罗牌当中的愚者牌 什么意思 什么都好 感情上很苦啊 你知道吗 是吗 如果没有结婚的人呢 就是一个苦 如果有结婚的人呢 还OK 但是呢 我们先讲没有结婚的好了 你寻寻秘密 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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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找不到一个对的人 然后在感情上面 你永远就是那个付出很多 给很多的爱 可能还会给很多的钱 然后还是最后没有回报 然后呢 要特别小心就是 在感情当中你会遇错人 但是你会给自己找理由 然后或者是做抉择 所以外面 外表的人会觉得像他老师 会觉得 你个性很凶啊 事实上受伤害的都是他 对 可能是马KEO 看起来可能就是 太强势了 然后比较光鲜亮丽的 其实不会做牛做马 都辛苦都会是你 所以你会给很多 有时候觉得这段爱情好苦 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 对 就是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那通常可能就是要看对人 但是这是这一个月之内 这一个月之内 这一个月之内 如果下个月就没事了吗 下个月就是要看你遇到的人 到底对还是不对了 还笑不出来 女生喜欢感情顺 对 我希望感情顺 没关系 如果你想感情顺的话 不然这样子 今天破个例让你抽一张牌 用左手 左手抽一个 感情让它怎样不要苦 好 这一张 这张是 OK 好 来 可以上 这张是金币国王 他其实要适合他的人 应该是年纪比较大 而且个性还是比较稳重的 可是他很喜欢帅哥 所以你有的时候会注重外表 但是他的帅哥 你的眼光跟别人不大一样 对 他的帅哥就是长得很坏 就是不怎么帅 就是不怎么帅 对 可是他喜欢这种感觉 对 有很大字幕 对对对 被回音这样一直对 你知道吗 他其实是 他要的 其实不是在金钱与物质 可是他会吸引来 都是那种有钱人 或者是说 对金钱 非常非常的有壮进心的 但是对爱却不是很重视的 对方不重视爱 对方不会重视太多爱的感觉 对他的事业跟前途 那个人会很重视 要赚钱 那他要怎么办 其实跟家人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你要回到你以前 就是那种当初 你相信爱情的那个你 感情方面 都已经得到一些些许的答案了 自己要找对方向 放下自己的一个缺点 你可能就重新会 找到比较 你们心里面真的想要的一个对象 好 那最后呢 因为刚刚这个保莲老师 也被这个来宾抽了牌 已经伤了元气 那在这边 然后补一下元气 就是介绍大家一个新书 来 这本书叫做 幸福魔法三十六帖 那就是告诉你说 有一点小小的那种 小魔法 或者小小的冥想 可以帮助你改变你的想法 比如说像他们 找不到一个对的人 然后又在那种苦练里面的时候 你就可以翻这本书 那它有点小冥想 可以帮助你马上 跳脱痛苦的情绪 那还有就是呢 怎么样可以让你 遭到最好的情感 有没有谈恋爱都可以看 当然当然 然后除了如果你已经有 很好的恋爱的人 就要怎么巩固恋情 然后再来就是在事业当中呢 可能会教你一些 比如说像一些小测验 会告诉你说 怎么样可以让事业更好 然后怎么样防小人 里面有很多神秘学的东西 然后有北欧占卜石 有水晶 然后有一些小小的魔法 小小的冥想很好玩 请大家一定要动作支持 支持一下 那今天 谢谢两位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也谢谢四位老师 也谢谢各位朋友收看 谢谢 拜拜 其实她讲太多实话之后 她难得讲甜言蜜语 一定是她最近看了 什么励志书说 你一定要对太太讲好话 或者是 她自己也觉得自己太机车了 平常都不苟言笑 所以就是 老婆妳今天真是漂亮 就会觉得 讲得很不自然的 对 很不自然 然后讲完之后发现 好像没用 再看起来 看起来 要怎么讲 对 没错 再看一下 然后换一个方式说 对 你要是很认真看她 一定说说实话 她可能就会说 其实还好 所以是打五折的 在世界的任何角落 您可以通过 东森卫视 及eTiturday网站 收看本节目